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持续的恶化将在5月20号后陆续推动第二阶段的线水 同时将在5月9号开抗旱的会议 在就时间阶段地区来做适当的线水宣布 而桃园 吴志阳县长也明确的宣布 如果再这样下去 16号就实施第二阶段的线水 也是台湾包括陶竹苗中章这个区块 将面临严重的润水问题 这是非常严肃的而且严酷的考验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绝对不能以等闲适之 抗旱会议也不是单纯的开会而已 应该提升到国安的层次 因为它影响了不仅仅生活 也影响工业 也影响经济 将是我们目前最重要最迫切的这个事物 希望政府要重视 实际上忠实像我们赵宇啊等这些措施 在台湾开源新建水库不易的状况之下 唯有进行环漏跟节水才是我们最要做的事情 台湾的漏水率大概占百分之二十点五一 远高于我们附近的新加坡日本 大概在百分之六到八之间 所以说我们积极推动 希望治癌水公司或者经济部或者水利署 应该要有一套完整的措施 环直漏水 一年光漏水就漏掉多少座水库啊 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针对问题来做解决 第二个部分 台湾的可开发的水资源 大概一年两亿吨 两百亿吨而已 现在我们远水已经到一百九十亿吨 如果不结于远水 以现在有限的资源 以后十年内几乎年年都要缺水 每一年都要讨论一次 所以说我们希望全民共体时间 在我们98年 我们每人每日润水量是两百七四公升 99年我们是两百五十九公升 节润润水已经有成效了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降到两百五十公升 第三个部分 感谢观看